好 觀眾朋友 總統府的國安人事大地震 再過三分鐘 總統府就會來宣布 這項人事的一些變化 我們先來看看 國安人事的大地震 它是怎麼樣來轉 現在也可以看到 我們的畫面上已經出現了 總統府的記者會了 這是總統府發言人張多涵 現在正在講 不過我們先告訴大家 他的人事的轉換大概是 陸委會的主委陳明通 會轉任國安局局長 前陸委會的副主委邱泰三 會接陸委會的主委 國安局長邱國震 他會接掌國防部長 這項人事案 其實已經傳言非常久了 現在成真了 原來的國防部長 言德發轉任國安會的諮詢委員 我們想先問一下老實 我先講說 嚴部長下台是可預測的 可是嚴部長跟蔡總統關係不錯 當然你知道 可以當到部會首長了 一定有透過什麼樣的管道 我不知道的 好嗎 當然也許他是不夠狗腿 因為畢竟他是職業軍人出身 去年軍購的部分 大家還印象嗎 白宮公布的 然後外交部說好高興 結果國防部長跟空軍總司令 出來說沒有這回事 他們不知道 你知道嗎 讓我們覺得 讓吳釗燮外交部長很不開心 所以換調是合理的 OK 第二個就是說 邱太善的部分表示說 入委會不重要的 入委會不重要 入委會不重要的 所以陳明通就是要來處理 國安局的部分 也就是說這幾年裡面 國安局 他的所謂的處理調查局 我們知道九合一的時候 相對之下 國安局跟調查局 其實一直很不對盤 我們也知道 這地方上勢力比較強 還是這個調查局 國安局是職業軍人出身 所以當然是有處理的 但是基本上可能我會覺得 畢竟我們的如果是職業軍人出 我們也知道是軍統的 他去處理這些東西 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殺氣 所以讓這個阿通去那邊 所以陳明通就是蔡總統的 應該算是滿接近的心腹了 阿通 應該是說蔡總統的心腹 除了他姐夫以外 都是一票台大的時候 一起在混的那票人 台大幫 而且那幫 大概是以台大法律序為主 他那個關係我們不知道 然後第二層應該是絕民協會 那些國民黨的絕民協會 內票人 OK 也就是說他旁邊的那些人 基本上不是我們過去的 所謂那些異議的分子的團體 就完全不是了 鄭老師 鄭老師提到說他可能對內 要處理跟調查局的關係 不過我還是 還是換一個角度來思維 就是說拜登現在接任的總統 那麼中美的關係 然後就牽涉到兩岸的關係 我認為蔡英文這次的佈局 也許某種程度是因應 拜登的新的這個 美中台的三角關係 做個調整 陳平通當然是個 他是個笑面虎 其實滿狡猾的人 但是到過來講也很靈活 他未必很會堅守原則 所以他本來弄到到陸委會 我認為是某種程度要忽悠 要跟老共玩兩手這樣 沒曉得後來老共口證 出得太硬了 結果一下子就鬧僵了 到後來就變成是 特別是去年新冠肺炎的時候 他就被迫當殺手 砍了很多小名這樣 我認為這未必是陳平通 真正想扮演的角色 他一定是很希望在兩岸 流來流去 靈活來靈活去 讓他有很多空間 這才比較合乎他 同時的個性 所以我認為說 因為是拜登政府整個上來 你會包括拜登說 不要再搞這個所謂的 病的歧視 不要再講什麼中國病毒 什麼之類 那民進黨這個壓力就很大 所以我現在看到那個什麼 某某報 這個武漢肺炎後面就馬上要加注 這個叫做什麼 新冠病毒 就加一大堆 你這個何必 找出如此何必當出 所以為什麼這種過去太 雙方已經槓上的東西 會不會緩和 但是表面緩和 蔡英文的骨子裡面 他還是做他應做的事 說這種情況之下 陳平通上來 恐怕是要做一個表面上的調整 讓兩岸的關係 某某程度形式上的緩和 所以我認為應該這個事 是有這樣的考慮 至於其他的 他把國防部長這樣子弄 我是覺得說如果從國安局待過 再下來幹國防部長 那更懂得配合 該怎麼樣弄 不會出錯 是 本來邱泰山外傳 他是要接總統府的秘書長 那個時候他否認 結果果不其然 他真的不是去當秘書長 他來做陸委會的主委 所以剛才老師也講說 他有可能是 以後就不重視兩岸關係 不過兩位老師解讀 完全不一樣 有可能 我先講一下秘書長的部分 我一直認為 在李總統的時候 他跟秘書長以前的時候都很大 到後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我們那個叫做誰 廖廖宇是不是對不對 這是廖廖宇 我覺得就是就地看管的東西 所以我不認為 如果真的他去 邱泰山去那邊的時候 大概是無事可干 秘書長 好 我們知道這個 很多人士的安排 都有很多的玄妙跟技巧在裡面 不過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國安人士的大異動 今天發布的最新人士命令 其實如果觀眾朋友 有在注意的話 應該會發現我們的國營事業的董座 還有總座 最近的換的速度 或是有人下台的速度也滿快的 包括你可以看到的台湯董事長 台船總經理以及中游董座 最近在一個月裡頭 密集的掛官求去 到底為哪裝呢 其實後面可能都有派系的影子 包括了你看到的 剛剛下台的陳啟玉 他是自己求去的 他是海派 台船總經理曾國正 他三度請辭說另有規劃 到底是有人要這個位子 還是有什麼背景在呢 另外中游的董座 歐家瑞 他一開始應該是國民黨的 後來被小英給收納起來了 嚴格講起來算是泛英系的人 不過這三個人走了之後 底下到底誰要來接 這個包括有很多東西 是錢在裡面的 有志 我們以前媒體記者 在評人事案的時候 通常不會在這個動作上面 去癥結 我們通常會看的是說 這個人下台之後 去做了什麼事情 就原來他是怎麼了 或者是接的人是誰 然後他就 原來為什麼他會下來 那包括警戒 包括這些公務員人士 都是這個樣子 你看光陳啟玉就好了 他下來的動作你覺得他有開心嗎 有如釋重負嗎 有像他講的說 我真的把自己階段性完成了嗎 他上台研的時候是很用心的 他是第一個蔡英文上來之後 用的自己派系的董事長 第一個 他在台研的時候 真的是用心用力 這幾年又搞什麼餘店共生 整個台研的新產品發展 跟各個部會 跟各個國營企業去做結合 他這麼用心的狀況之下 你現在給他下來不明不白 我跟你講他下一個動作叫 很多人猜錯他去高雄 又要幹嘛又要選什麼 對 有人說他是背請辭 對 他雖然是主動 可是有人說是有人要他走 好 今天如果他開心的下來 他一定是回歸山林 然後不然去做什麼 今天他會去做一個動作 來讓你的我們的老闆想說 你現在是會唱什麼 就表示說這些安排 都不是出自於願意的 那我也為了是什麼 又回到剛剛我們前面講的 小英的性格 還有這些下面 包括蘇貞昌的性格 小英的性格他現在 你覺得他會在為民進黨 2022跟2024來打拚嗎 有沒有這個選項 不會 這些佈局跟選舉什麼都無關 他在為自己未來的實力來鞏固 你說陳水扁下來之前 是不是也做這些動作 馬英九下來 他自己笨不會做這些動作 但是蔡英文下來 會不會做這些動作 一定的 他一定在後蔡英文時代 甚至他以後沒有位置的時候 你要辦我是不是 你們這些人不聽我的話 所以他現在所有的布局 都在為自己打算 是 所以你看我們才會有標這些說 包括曾文森站帶是橘系 然後橘系 好 我跟你和解 我跟你共生 你該拿的我給你拿 蘇系你也是 這個下來之後 我換你蘇貞昌的人 你也不要在那邊給我 假鬼假怪了 接下來現在權力分配 還是在我身上 所以你還記不記得兩個現象 第一個誰說國營董做 陸續不是專業的 這都要換掉的 蘇貞昌 蘇貞昌講的 蘇貞昌 他說都用專業人士 蔡英文做這個動作 跟他講什麼 拜託 現在看你 又在我的辛苦 你這些人後面都我安排 以後還有三年 兩年後 拜託 還是我的勢力 第二個 你看 總統府很少會吃早餐會 然後吃到去找派系的 蔡英文總統這五 六年以來 第一個宴請派系的 大概就前幾天那一次 他把他自己英系的人 全部找到總統府 官邸 官邸去吃早餐 去吃中餐餐 很少 一般來講都是什麼 立院黨團的什麼誰 或者是什麼又未老誰 他這一次幾乎是 全部清一色都是英系的人 為什麼 他要告訴大家 未來的路 我們一起要走好 免得 跟蘇家全一樣 沒辦法辦法 去給旁邊的人處理掉 他要不要先處理蘇貞昌 處理完蘇貞昌 再去處理城局 這兩個把這些國營董作 全部都安排好之後 不然獨我為一尊 是我在分配的 要搞清楚 他為自己的路在打拚 沒有為2022跟2024 大家放心 不過大家知道這些國營事業 不僅僅是國營事業而已 它背後代表的都是錢 包括你看中油 這麼多麼的肥 有立委小金庫之稱嗎 我們來看110年度 他有一個叫做 募齡費用預算 光是這個預算 他就有8億 更不要說每次在選舉的時候 各個人都會來這邊要募款 都從這些國營事業裡面炸油出來 所以現在卡位搶資源 到底是為哪裝 除了小英總統 可能要為自己的後路 來做一些鋪陳之外 是不是還是有一些角力 在裡面浮動 我想兩個安排 第一個就是說黃火牆的部分 所以他那個司法從大法官那邊 到這下面這邊 都已經差不多 已經差不多 直接安排好了 不用擔心了 馬英九總統 大概沒有像他那麼厲害 OK 第二個就是說 償付於民 就是說這些東西 人情好才有的 沒的 當然這兩個 一個就是現實還是要綁裝 那些他的那些裝腳 他派系的結盟的那些 都還是要 但是有一些是他未來整個 我在想說未來 萬一蘇貞昌不聽話的時候 清朝流跟他翻臉 民進黨分裂的時候 他會令其爐灶 那這個時候 他就不像李總統 李總統比較客氣 坦白講 李總統比較客氣 李總統比較客氣 拉一頓錢就拿到 拿到旁邊捏到葬 有去壯總有 他說你有一條錢 你總統起到要死 起到要死對不對 但是小英他那邊 可能就是常惡威名 包山 包海這些都是 OK 所以就是包山 包海 這種國營世界 以前比如說國民黨時代 當然也有 但至少大家還是會看說 是不是考慮到專業 那麼在專業裡面 再來講究派系或者講 民進黨這個詞相 實在是夠直接是夠難看的 你看我們剛剛所有的討論 都沒有在談那麼的專業 都談他們政治後面的利益 利益下面可能不見得更奇怪的 各種各樣的長遠的布局 不是說民進黨為什麼讓 我知道詩老師以前是我早天認識 他都是很挺民進黨 這幾年為什麼看不下去 就是吃相難看到 比我們當年反對國民黨的時候 還更難看 這簡直是道得難以置信 沒那麼吃便宜 國民黨記者也要怎麼逃遜 還要臉的 民進黨都赤裸裸 這個簡直是不顧廉恥到的極點 所以當在講他們這些東西 老百姓的心理就是滿痛苦 說告訴我什麼事 你們這些人 所有的民進黨的考量 不是耳目一心 中油現在出來要出現 什麼樣的政策 然後這個台 讓人家感覺說有政策的期待 有業務上的期待 都是在討論之後 在後面在比什麼空 這什麼人是什麼人 後面要怎麼穿 我萬一落台金庫要穿在那裡 這個就是一個大墮落 這時候如果你不但不如 當年的國民黨 你簡直是在反向而行 所以我是說不只這樣 因為你剛剛講那個 八一那個什麼錢 那個算什麼錢 誰想 懶散 懶散 怎麼採購 不如後面 錢要躺在哪裡 空埔要大條 就是說阿扁的那八年 其實我們一般在外面在講說 阿扁民進黨政府不知道行情 把價格打開你知道嗎 這很小的你知道嗎 現在小英職是假當假替 假當假替 連老師都這樣講 熟門熟路現在摸懂了 真的 我告訴你 這麼多人都看來都有人 但是你現在出來的時候 死得很難看 不管是說死也好 還是你是說無人也好 但是你上頭要有一個政策 還換的時候 那才扮得下去 對 可是政黨倫序這件事情 真的會成真嗎 看起來 這個不是那麼容易